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韩国的性喜剧《工作女郎》 女主是彻头彻尾的人生赢家 父母年轻幽默,女儿贴心可爱 丈夫是大学教授 自己是玩具公司高管,做收名利啊 但是女主是个工作狂 觉得性生活就是浪费时间 女主的老公上班时碰到同事 抱怨老婆如狼似虎 想起在家性冷淡的老婆 一气之下留给女主一条语音留言 离家出走了 此时的女主一心准备升职报告会 老公的离家出走给女主当头一棒 女主的妈妈还告诉女主 老公外面有人了 女主赶紧去酒店抓奸 女主赶到酒店一看 老公的出轨对象 竟然是一个富白貌美胸大的日本美女 在进屋之前 却接到了报告会要提前举行的电话 一边是老公出轨 一边是升职机会 工作狂女主当机立断 选择了工作 奔赴报告会现场 报告会上女主信心十足 顺利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然而乐极生悲 打开新品玩具箱 掉下来的并不是儿童玩具 而是一大堆 呃 情趣用品 看着一脸懵逼的女同事 女主表示 我自己更懵逼啊 老板表示 抱着你的成人玩具 自己解释去吧 于是女主被解雇了 从事业家庭双收的成功女性 顺利转型为事业家庭双失忆的落魄主妇 原来是和邻居拿错了包裹 女主地址找了过去 在她印象里 邻居是一个每天带不同男人回家的浪荡女子 两人随后在饭馆碰面了 喝酒借着酒衣 互诉中肠 原来邻居不是不堪的女人 那些带回家的男孩都是她的给秘 自己是一个成人用品店的店主 两人交流后情投意合 邻居让女主带一个情趣用品回家试一试 女主带回了那只长着棍子的兔八哥 体验了一把做女人的乐趣 尝诺了甜头的女主决定和邻居合作 拯救了快倒闭的成人用品店 这天女主的老公找到女主 告知这段时间 其实自己一直都住在朋友家 而上次的捉奸事件更是一个乌龙 其实那个大兄日本妹是朋友的女朋友 小别盛心欢 久别重逢的两人赶柴烈火 做了一天一夜 更可怕的是 从前性冷淡的女主 从那天起天天都需要性生活 然后偷偷的背着老公做记录 一次新产品的实验 女主在试穿时被叫去看女儿比赛 没想到新产品是根据音乐震动的黑科技 这场比赛看的女主是胆战心惊 又高潮迭起 酣畅淋 全场就属她最嗨 当然产品坑爹远远不止一次 没有及时脱下性产品的女主 还要男主的口腔被迫与玩具亲密接触了 这样男主的自尊大为受挫 又一次离家出走了 可是第二天 女主就要参加博览会 女儿的过敏药也吃完了 虽然女儿表达了自己不舒服 但女主还是将她送去了学校 结果在学校吃了老师给的感冒药 女儿过敏被送进了医院 可是作为母亲的女主 此时正在博览会上带着成人用品表演 男主的老公从医院赶到博览会 看着在舞台上跳舞的女主彻底失望了 她要带着女儿离开女主 女主没来得及解决家庭问题 又急着忙事业 终于她的事业越来越成功 还登上了杂志封面 可是失去家庭的女主 面对空无一人的房子 开始疑惑 自己对工作的坚持是否正确 终于在领奖会上 女主放弃了领奖 去找回老公和女儿 一家三口重修就好 开始了新的生活 影片结束 本片为我们从新颖的角度 突破常规的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当代女性的形象 在笑声中 无意间消除了观众对成人用品的偏见 也在最后突出了本片的主题 无论多么沉醉于工作 最终陪伴你的终究还是家人 别忘了回家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